24小時誰跑進來玩 出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到時候一講說里長都沒有處理 公園裡拉起來封鎖線 地面上的兒童遊具設施 有的已經秀實 連鐵製的攀爬網也斷裂 小朋友最愛的搖搖馬上 掛著告示牌 禁止玩耍 小朋友沒辦法算 那邊也要來這裡算也沒辦法算 安樂區五福里里長說 這裡是里上唯一的兒童公園 小朋友卻只能看 不能玩 遊戲的東西說好像 不符合規定 所以他就把它給封起來 那封起來也沒有應對的措施 那小朋友怎麼玩 那我們這個地方唯一的 就希望市政府 趕快把它給 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社區型的小公園 向來是當地小朋友遊樂場所 今年初被發現 不符合安全規定 遭到封閉 但現在將近一年了 當地居民無奈表示 不知道何時才能夠重新開放 向市議員吳華家陳情 到下一步要做什麼 可以聽聽大家的意見 但是你危險的這個因子 還在這個地方 不應該放在這邊 不管不顧 對啊 我們你就叫里長在那邊顧 也不可能啊 而且24小時 依照今年的年初的規劃 應該是要全部的那個 未符合安全標準的兒童遊戲場 都應該要拆除 那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會 其實沒有得到市府的這個 這方面的資料 但是在最後一次詢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安樂區還有五座有 未符合安全標準的兒童遊戲場 還沒拆除之外 那我們有兩座就是 大五輪三年運動公園 跟我們的安和親子公園 這兩座公園都有損壞的郵距 那就目前了解是 兩個郵距目前都還沒有辦法 完整的完成修繕 所以這樣子算一算 我們現在這樣算起來 就有七處危險的兒童遊戲區域 森福表示 兒童郵距因為老舊 加上不符合規定 原本就有計畫 向中央爭取經費 新建新的兒童郵距設施 安樂區公所已經在11日 連夜將就的郵距拆除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